在俄罗斯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 再次呼吁西方盟国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和战斗机 波多利亚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俄罗斯整页整页的袭击乌克兰城市 俄罗斯联邦的意图是一样的 大规模破坏和杀戮 说的够多了 政治犹豫够多了 只有快速做出关键决定 远程导弹战斗机 为乌克兰提供后勤补给 否则 种族灭绝是无法被阻止的 乌克兰两枚俄罗斯导弹越境 进入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 乌克兰一名高级将领表示 两枚俄罗斯导弹 10日在进入乌克兰之前 进入了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领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鲁兹尼表示 两枚从黑海发射的口径导弹 先进入摩尔多瓦领空 然后进入了罗马尼亚领空 最后再进入了乌克兰 乌克兰真理报援引该国空军发言言的话报道称 乌克兰可以击落这枚导弹 但他没有这样做 因为乌克兰不想危及外国的平民 莫斯科方面声称 乌克兰可能会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 莫斯科方面表示 乌克兰可能会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 当日早些时候 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表示 基辅只会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来打击乌克兰领土上的俄罗斯军队 但是俄罗斯外交部部门负责人 阿列克谢波利·石秋克 告诉俄新社 这样的声明是不可信的 因为乌克兰当局一次又一次的表现出 他们不值得信任 而且无法与他们达成协议